花莲市大本部落里巴哈团队 12月初前往新北市 参加卫福部国建署举办的 阿公阿嬷道顶来长者活药老化竞赛 荣获全国活力秀的最佳活力奖 市长威家贤 28号特别前往向部落长辈们致意 也赠送了汤圆和橘子 市长很感谢值得老师及主任们 辛苦的练习和付出 让大家可以看到花莲市银法族的健康活力 花莲市大本部落 今年在老师成品节还有高教宴的指导之下 部落里的里巴哈团队 包括长者及志工有42个人 12月11号前往了新北市参加109年度 阿公阿嬷道顶来活药老化竞赛 他们以精彩的演出 拿下2020全国活力秀最佳活力奖 为花莲来争取荣耀 市长威家贤 12月28号上午特别前往部落 向长辈们祝贺 那我们这次也来关心我们的一个 大本部落的里巴哈的一个我们团队号 那在全国的一个比赛里面也得到活力的一个奖项 活力长辈的一个奖项 那我们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国建署办理一个全国阿公阿嬷道顶来比赛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花莲的一个活力的部落 也会看到我们长辈非常可爱的一面 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位长辈 不论是过去在福气站 或者在文件站 或者是在各式的一个长照据点 他们都能够聚集在一起 然后聚集在一起之后 有些课程能够启发他们的一个肢体运动之外 然后也可以有一个目标性 对全国的大奖下去做一个练习 那对他们人生会有更不一样的一个意义跟目标 那么再次要来鼓励我们部落 也希望未来每一个部落都能够一起努力 那每一个福气站或健康站 都能够以运动为目标 以快乐为目标 让每一个长辈生活在快乐的气氛之下 市长的到来受到部落长辈们的热情欢迎 老人家也争相向市长来说明 比赛当天的过程和有趣事件 甚至于没有拿到第一名 老人家还说是他们太年轻 故意让给别人的啦 市长还发送好吃的蒙古干给每一位长辈 而原型客也煮了热腾腾的汤圆 请老人家们享用 在寒冷的冬天 大本部落显得格外热情又温暖 介络会幻视报道